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州军区空军二炮某基地的多制作战部队 同时向某区域实施机动 就在同一时间 战区各军兵种装备保障部队也快速开进 一场大规模联合军事演变 小然拉开序幕 这是一场由广州军区装备部牵头组织 战区诸军兵种系统参与 以联合作战装备保障为课题的 时兵时装演员 就在战斗即将打响之际 战区联合指挥部装备保障中心 到一时一派忙碌景象 特别要把同保护保联保的准备工作 作息 作时 组织好丁总部队之间支援保障的随机行动 及时不同情况 根据战场的情况变化和协同原则 积极作为现实提高联合保障的效应 以往进行联合作战演练时 陆海空军的武器装备都是自行保障 而这一次 各军兵种的装备保障指挥员聚在一起 通过协同实施联合保障 却是从未有过的情况 我们组织协同的目的 就是组织武器装备的联合保障 这一次的演练和以往的演练有一条不同的 就是各个军种的装备指挥员 大家坐在一起 围绕着联合作战的任务 组织武器装备的联合保障 据我们所知 这是全军第一次组织各军种武器装备 十兵习装地联合保障的训练 联合保障就是在战略 或联合战役装备保障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协调下 军兵种之间 以及军民一体实施的装备保障 主要包括通装同保 就是同用装备统一保障 专装自保 就是专用装备自行保障 同装互保 就是同类装备互相保障 军民联保 就是军民一体联合保障 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战争 是陆海通天电 联成一体的全要素作战 以往靠单一军兵中 自行组织装备保障的传统模式 已经无法适应信息化联合作战的需要 联合保障成为了 未来战争装备保障的必然选择 新计划调业下的联合作战 展场情况 瞬息完遍 作战样式 转换频繁 装备保障 事效性要求非常高 这样就需要我们采取联合保障的方式来提高装备保障的效益 在联合保障中除了专装自保以外 同装同保 同装互保和军民联保都是新的装备保障模式 而在目前体制下 各军兵种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指挥关系 怎样才能实施联合保障 成为了装备领域的全新课题 为此2009年初 总装备部向广州战区下达了武器装备联保联训试点任务 联合作战需要联合保障 联合保障必须要进行联合训练 武器装备联保联训啊 是适应一体化联合作战需要的时代产物 也是推进我军装备保障改革和转型的必然选择 因此啊 联保联训 它已成为保障打赢未来战争的一条必有之路 联保联训就是多军兵种武器装备的联合保障和联合训练 虽然从字面上看 联保或者联训只是多了一个小小的连字 但却是我军在装备工作方面的一次重大变革 过去陆海空和二炮部队 各有一套装备保障模式 军兵种间存在门户隔阂 而联保联训就是要在现行体制编制下 通过协商协调机制 实现三军力量相互融合 三军装备互通有无 三军保障优势互补 地方资源为军所用 联保联训 要在各个军种之间 联机构编程 联指挥协同 联保障行动 联信息手段 究竟应该怎么联 怎么训 怎么保 可以说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这次实兵实装演练 正是总部对广州战区 开展联保联训 实际效果的一次全面检验 演练是以为期六天的 战区多军兵种 联合登陆战役为背景 攀演的装备保障人员 达两千多人 随着陆军两栖部队 和海军陆战队 强悍登陆后 迅速向前突进 一级空降兵部队实施空降作战 炮声隆隆 硝烟弥漫的战斗场面 展现在人们面前 陆军第一前进装备保障群 最先在登陆舰艇的运送下 抵达岸滩 开始物资器材的卸载 但就在这时 装备保障中心接到通报 在敌方纵身阵地 实施空降的空降兵部队 弹药消耗严重 急需补充两个基础弹药 按照装备联合保障要求 弹药供应由陆军第一前进装备 保障群实施保障 按照联合战役筹划的装备保障部署 战区各军总通用装备 主要由战区陆军装备保障群负责保障 也就是说在通用装备保障上 陆军装备保障群要对区域内的陆军 海军 空军 二炮作战部队 所属通用装备 实施统一保障 然而陆军第一前进装备保障群 刚刚抵达暗谈 弹药还没有完全卸载上岸 根本无法做到快速前出供应 危急关头 联合指挥部装备保障中心主任 广州军区装备部部长闫立平 果断启动联合保障阶制 随着指挥保障要素的全面启动 几十公里外的陆军航空兵直升机 已文令起飞 在联合战役中 陆海空二炮部队装备需求各异 那么实施联合保障的最大特点 就是可以指挥协调 一切可能的保障力量 运用各种手段 以最快的速度实施保障 以往空降兵部队的弹药补充 都是由空军装备保障群自行实施 而联合装备保障 采取先及后还 就近就变 互相支援的原则 目前 距离空降兵部队最近的 陆军第一前进装备保障群 无法实施弹药供应 而动用陆海部队的直升机 吊装弹药是前纵供应的最快手段 随着直升机飞往低纵深阵地 空降部队弹药消耗严重的燃煤之急得以解决 其实刚才出现的情况是由演练导演部临时设置的 目的就是为了增加难度 使演练最大限度的贴近实战 我们开展联保联训的原则就是 依据实际使命任务 构设实际作战环境 立足实际指挥体系 依托实际指挥平台 使用实际作战数据 运用实际保障力量 评估实际训练成效 解决实际联保联训问题 陆军第一前进装备保障群 完成装备物资器材的卸载后 运作建立起来通信连接 这一次演练是由战区陆军 海军空军和二炮某基地的装备保障群队 在联指装备保障中心的统一指挥协调下 共同构成联合保障体系 联合保障需要各装备保障群队 与联指装备保障中心 登陆作战部队 以及保障群队内部 实现指挥通点 因此建立装备保障指挥通信系统 使得陆海空三军拥有统一的装备保障指挥平台 就显得十分重要 通过装备保障指挥信息系统 战区各军种可调配使用的通用装备 弹药器材都可以实时查询 作战部队各队各阶段装备保障需求也能随时掌握 这样就为精确保障提供的依据 也提高了保障成效 演练所建立起来的装备保障指挥信息系统 使得陆海空三军首次拥有了统一的装备保障指挥平台 三军装备保障体系连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实现了无缝链接 现在的战争往往是三军诸多兵种 众多型号的武器装备共同参与 如果没有统一的指挥平台 那是不可想象的 过去的指挥平台如同分散的五个手指 如今通过网络连接形成了强有力的圈头 但没过多久 这个至关重要的通信系统却出现了问题 第一前进装备保障群 与连指装备保障中心的通信突然中断了 敌方实施的强电磁干扰发挥了作用 而在同一时间 投送陆军第一前进装备保障群的一艘登陆艇 动力装置也出现损坏 急需海军机动抢修队的支援 当时海军机动抢修队距离271登陆艇距离最近 他们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登陆艇 并及时进行抢修 海军机动抢修队是一支抢修船体的专业队伍 显然他们的支援会大大缩短登陆艇修复的时间 而充分发挥各军兵种优势 真正实现同类装备互相保障 也正是装备联合保障的一项重要内容 然而通信中断后装备联合保障将怎样继续实施 下一步 陆军第一前进装备保障群又该怎么行动呢 面对突如其来的强片子干扰 装备保障中心迅速启动了通信保障预案 通过另外一套通信系统实施代码指挥 很快就和第一前进装备保障群恢复了联动 联邦联讯要实现不同军种间的指挥协同 信息的联通是至关重要的 必须根据实战的要求 制定卫星通信 微博通信 有线通信 等多种通信联络方案 以确保在不同情况下实现信息的联通 通信恢复后 在装备保障中心的协调下 海军机动抢修队迅速出动 为损坏的陆军登陆艇进行了抢修支援 经过海陆两军装备保障力量的配合 数小时后登陆艇被成功修复 除了同类装备互相保障 通用装备统一保障也大规模展开 陆军第一前进装备保障群的八个抢修保障队 各自实施了装备抢修和物资器材的供应保障 这是装甲装备抢修队对岸潭一线战损装备的抢修 参加演练的陆军两栖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使用的是同一种两栖装甲突击车 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检查车辆的具体损坏情况 然后确定哪些能够修复 怎么样尽快的修复 这次演练的时间跨度为六天 主战装备的抢修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部队的后续战斗力 但是如果把这些战损装备全部修复 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经过现场检测 这些战损的两栖装甲突击车中 有32台可以通过换舰或相互拆拼的方式 在短时间内进行修复 这两台战损的两栖装甲突击车 分别属于陆军两栖部队和海军陆战队 按照以往各军兵种相互独立的装备保障模式 两台损坏严重的两栖装甲突击车 将无法在掩面期间修复 而实施联合保障后 装备保障官兵很快就能拼装出一台性能完好的突击车 继续投入战斗 一台车车底是完好的 第二台车抛倒部分是完好的 我们把两台完好的部件拼坐在一起 虽然这样的抢修方法看似简单 但同样对装备保障官兵的专业技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两栖装甲突击车的炮塔很重 并且结构异常复杂 通常情况下 机型炮塔的拆拼操作 怎么也要用上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这一次装备保障官兵仅用了二十多分钟就完成了作业 其他的战损两极装甲突击车 也都在十个小时内抢修完毕重返战场 经过连续三天的攻防对抗 登陆作战部队已将防守之底压制到一台很小的区域内 而敌军反扑的力量却一次比一次更能力 他们的装甲部队企图冲出包围逃离战场 战斗进入到最为关键的时刻 面对敌军装甲部队企图突围的态势 我们急需把出现故障的先进的反坦克武器进行修复 以便更好地实施阻击 先进的反坦克武器列装部队的时间并不长 由于技术含量很高 如果遇到复杂故障 必须依托生产厂家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修复 可是在宵夜弥漫的战场上 专业技术人员怎样实现支援保障呢 军民联保是弥补军队保障力量不足的重要途径 由地方的技术专家现场真挚 在配合远程的技术资源系统远程会诊 能够有效地提高高新技术武器装备保障效能 军民一体联合保障作为一种新的保障模式 在高新技术装备的保障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离作战地域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一架直升机悄然着陆 三位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 从大后方第一时间赶到了抢修现场 虽然靠近战场的这个区域算不上绝对安全 但技术人员显然早有思想准备 他们并没有丝毫的慌张 而是迅速投入抢修 短短两个小时后 出现故障的先进反弹构武器 重新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威力 敌军突围装甲坦克遭到重创 而在海军的后方装备保障基地 参加演练的海军部队 也将属地动员和行业动员力量 以混合编组的方式 加入海军装备保障群队 军民共同遂行保障任务 充分发挥地方力量的技术 验菜优势 走绝命练包 保障的路子 弄优效换街 部队装备建制 保障力量不足 陪讨建设不万善动 高纤技术装备保障困难的救命 在为期六天 以联合作战装备保障委课题的 实兵实装演练中 装备保障官兵 充分展示了联保联训的成果 这是在空军某机场 紧急迫降的海军航空兵部队的战机 按照同装护保的保障要求 空军部队立即对飞机进行了检修 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的快速发展 各军兵种之间同型飞机 雷达 导弹 舰艇等装备 数量规模不断的扩大 保障融合性足不增强 实施跨军种同装护保 不仅非常必要 而且切实可惜 仅仅过了一个小时 完成检修和进行了弹药补充后 海军航空兵的战机 从空军某机场再次升空 重返战场 在武器装备联合保障力量的全力保障下 联合战役进展顺利 演练进行的第五天 敌军最后的防御阵地被攻克 大规模的激励战斗提前结束 在这次演练中 参演的三军装备保障部队和地方技术人员 先后进行了三百余次保障行动 想修战损装备数千台剑 输送弹药两千余吨 快速高效地保障了作战部队的装备需求 同时也为总部赋予的联保联训试点任务 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通过开展联保联训 我们摸索出了理论学习 保法研究 军种分练 专项合练 指挥演练 实兵检验和检讨评估等等训练规律 建立起了组织领导 筹划计划 协商协调 通报报告 考核验收和管理保障 等等的联训机制 这对我们装备工作来讲 可以说是迈出了非常可喜的一步 也可以说是迈出了跨运势的一步 它对我们深化联保联训 可以说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机会 创新无止境 脚下路漫漫 广州战区对装备联保联训 进行了有意的探索与实践 他们的经验已经在全军推广 但对全军部队来说 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一场运势给参业官兵带来莫大苦衷 驾驶训练遇到了哪些困难 新建厂运反之苦恼 当经验既不分别 他们又获得怎样的忍病 新增科目难度较高 危险重重 他们将接受着怎样的经济方便 雨雪天际 就准备了大半年的客户面临取消 他们又将合去合 军事吉时 下期播出 冰车有辙 嗯? 嗯? 嗯?